近代历史上,张作霖可谓是一个争议极大的人物,大家为此都打破了脸皮,一方认为,张大帅在日俄虎报,窥视下加缝中求生存,保持了东北的主权没蓬落,土地没被割,出兵蒙古,多次搞垮了苏俄支持的蒙古分裂设立,避免蒙古独立,维护国家土地完整,把大量汉族人移民到东北,改变人口结构, 汉族成为主体民族,避免日本大量移民日化东北,总体来说就是,有骨气,民族大义尚有气节,做事又颇为灵活,敢于并善于玩弄列强,却也因此惹火烧身,乱世萧雄这个词来形容张大帅再适合不过了,苏日虽将张作霖视成眼中钉,却也不得不叹服张氏各压不倒的小个子。 张学良则评论自己的父亲,有雄才,无大略,而另一方就认为,张作霖在教育子女方面,真的太失败了,逆子毁尽一世英明,一枪不打丢掉东三省,不抵抗丢东北,也是张学良此生最受诟病的地方,这些都姑且不谈,我们今天讲有意思的事情。 当年张作霖拜见袁世凯,袁世凯问张作霖,要军队还是要地盘,张回应十八个字,逃过一劫。 据袁世凯的女儿回忆,张作霖初见到袁世凯时,表现可谓是毕恭毕敬,甚至当场就要跪下磕头,嘴上衬,拜见大总统,袁世凯呵呵一笑,嘴上阻拦着。 不用了,这都共和了,咱不信这个,但张大帅还是坚持己见,结结实实硬生生地磕了几个响头,并且表示,俺可不懂啥是共和,俺知道大总统就是当今皇上,皇上就是你,你即是大总统。 父亲当时表面没什么变化,心里怎么想那就不得知了,但是由此可见,虽然很多人都贬低张作霖是一个大老粗,但仔细发现,人家可是粗中游戏,见人说人话,见鬼说鬼话,然而眼前的可是比他更为枭雄的袁世凯。 人家不吃这一套,尽管张作霖里劫贼到位,袁世凯仍然不肯这么轻易地放过他,袁世凯一副关心的样子问道,张师长啊,听说关外的情况不太平,要不给你添点兵马,扩充一下地盘。 这句话是话里带次,回答是或者不是都不够脱善,然而,张大帅可是个机灵鬼,草莽出身,当年混迹江湖时,可是经历过太多的风雨,听到此话,张作霖装作慌了神,连忙摆出成黄成孔的样子,再次跪下说出一大通表达忠心的话,最灵性的一点来了,装出一副羞涩非常不好意思的神情。 请对袁世凯说,您的金表真不错,相比于地盘,我更想要这个。袁世凯听后愣了,回过神后立即喜笑颜开,摘下金表就赠予了张作霖,这时候,张大帅一定会说,老板大气,听到此话,张作霖装作慌了神,连忙摆出成黄成孔的样子,再次跪下说出一大通表达忠心的话,最灵性的一点来了,装出一副羞涩非常不好意思。 的神情对袁世凯说,您的金表真不错,相比于地盘,我更想要这个。袁世凯听后愣了,回过神后立即喜笑颜开,摘下金表就赠予了张作霖。 隔这时候,张大帅一定会说,老板大气。 待张作霖离离开后,袁世凯就对自己的儿子袁克并不屑地说道,真是一个土包子,言外之意,张作霖在他的眼里毫无威胁。 殊不知,就在袁世凯称帝后不久,开始面临重叛亲礼的处境,张作霖的机会来了,立即联合逢德林起兵,打着为民请命,的名义赶走段之柜,成为真正的东北王。 这一套惊天操作使人佩服,可以说,之后张作霖的诸多霸业成就,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初的十八个字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让他逃过了一劫。 1928年6月4日,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御埋的炸药炸成重伤,史称黄姑屯事件,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急逝世,奉天沈阳黄姑屯的爆炸巨响,震惊了全世界。 东北王张作霖身负重伤,于四个小时后去世,当时张作霖的喉咙被飞片切断了,一眼也没有留下,当时为了封锁消息,率府密布发丧,十三天后,张学良才从关内启程回奉天。